镇江的老城区 藏着徐行的时光 清代风格的传统老宅 隐匿在高楼大厦 耸立的现代都市间 是喧闹 也是清明 中华路达索街68号 这里曾居住着一位 神兽镇江人民尊敬的 爱国民主人士 陆小波 青砖小瓦码头墙 回廊挂落花隔昌 这个武进江南民居 地处清末民出的 商贸繁华之地 既有江南建筑的婉约清丽 也套着历史积淀的 沉稳优雅 门口一座磨砖雕花门楼 发现贺寿图案 虽然有些模糊不清 但依然能看出 他的精雕细琢 据说刚建成的时候 砖与砖之间 连头发丝都塞不进去 解放战争时期 陆小波回去国民党劝刑 绝不离政 新中国成立后 他又积极推动 全市工商业者 申请公司合营 二星院的西乡房内 如今挂满了各种题词 字里行间 闪烁着陆小波先生 道德 事业 两光辉的恒酒魅力 坐在三金院的天井里抬头看 四四方方的天 阳光洋洋洒洒地落下来 似乎能想象到 晚年的小波先生 坐在这里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和亲友闲话家常 小雨苍台润 波平避水流 这是一首群鹿小波名字中的 小波二字的欠字脸 寓意处世平和 不偏不已 古人常说 庭院深深 四近坊在当时 除了亲属 一般只有重要宾客 才能进入 堂屋镇中 放着一张圆桌 时光匆匆流过 如今宅子里的 许多老物件 都已拨置去向 不过 这张圆桌 却是留了下来 也成为最有故事的一件家具 他在这个地方 接待过那个女明杨 还有一些 那个女士 在1956年的时候 他也接待过曾经 早年间 喜亲亲的陆小波 独居在二楼 到了晚年腿脚不变 便搬到了西厢房 在这里 我们也能一细看到 当年的生活痕迹 东湘 则是他的书房和接待室 他也曾在这里 接待过许多重要宾客 为实业救国 持续发热 洛小波和我们 镇江的工商业人士 这些师征建设了 一所镇江自在水公司 开辟了我们镇江到扬州的轮渡 还开辟了镇江到扬州的汽车运势公司 陆小波一生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始至不渝 与中国共产党甘胆相照 荣荣与共 风雨同招 年轻镇江一辈 或许已经不记得 这个戴着眼镜 久经风霜的老人 这座老宅 犹如钢筋水泥森林里的 一座孤岛 看似格格不入 但只要他在 历史就有迹可循 人民也就会记住 这里才有过伟大的光荣啊